本次我们讲的是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研究科 中国文学方向专攻 2018年9月入市问题名字解释部分 这次我们首先来讲的这个中国文学专攻的名字解释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名字解释题目的要求 这个要求我们在12个名词之中选取6个名词来进行答题 每个词语的要求要在120个字左右 有一些学校可能会要求在三行或者四行之内回答完名词解释 这个就需要大家考试的时候看清楚题目 不过一般名词解释也是要求我们在100到200字之间进行回答 我们这次选取的是首都大学东京2018年9月的考试 主要来讲解一下梁友画报这个名词 首先我们要先对梁友画报这个词有一个自己的理解 这个词也算是比较简单 它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本大型综合性彩色画报 1926年2月15日在上海创刊 1945年10月在大陆是它出版的最后一期 这个画报采用的是彩色印刷技术 图文并茂 雅俗共赏 对当时中国及世界进行全景式报道 在海内外的华人世界里都有巨大的影响 梁友画报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 借由图文并茂 雅俗共赏的形式 实陆见证了中华历史的变化和社会的改革 圈刻了华夏民族的信入历程 梁友画报总共出版了80多年 对于代代相传的来印刷梁友画报的人来说 这个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PPT 有一个松本先生的 在他的论文里对梁友画报这个名词的解释 但是这个名词解释呢 大概有200字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确实有一些写得比较长 重点的部分在PPT里也有用红色的字体表示出来 一般名词解释呢 大家只需要记住重点的词汇 然后考试的时候用正确的日语 把这些简单关键的词汇 组织成正确的日语书写出来就可以了 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 字数不要写的太多 然后选的六个词一定要选够 如果因为写的太多 可能也会纸张不够用 这点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第二个词语 健康 在这次首都大学东京的考题里 它后面还有一个括号 写了地名两个字 那么一般作为地名 我们提到健康的时候 就很自然地可以想到 是古时候对于现在南京的一种叫法 大家平常可能在游戏或者小说里 有见过剑叶或者精灵的称呼 其实这个也是对南京的另外一种称呼 健康是在中国六朝时期 对南京的一种称呼 从吴 东晋 再到我们熟悉的宋志良城 健康都是作为 中国六朝的经济文化中心 一个特殊的存在 同时健康在六朝时期 三百多年的历史当中 不仅仅在商业 工业 农业上有了发展 在文化上的发展也非常值得注意 东晋时期 比较有名的诗人 东晋时期 非常有名气的 关于玉树后庭花的诗人 然后也是后来 创作了玉树后庭花这首诗的 陈后主 也就是陈书宝 这个这首诗呢 到后来也会被称为王国之音 这首诗呢 作为描写 荒庸艳丽的宫廷生活的诗文 从文学角度上来说 还是有他自己的文学价值 在唐朝后期 杜沫 在看到唐朝国事衰微的情况下 他在自己的薄情怀中 写道 商女不知王国恨 和江游唱后庭花的诗句 这首诗 我们应该也都是非常熟悉 这个呢 也借用陈后主的 那个后庭花里面 来感示伤怀 抨击当权者 摄影的生活 平常我们做题呢 在考试的时候 肯定会经常因为 一个两个名词 想到联想到非常多的文学常识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善于抓住重点 来用比较短的时间 尽快的准确高效的 完成这道题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的